在世界各地的社区 家庭农民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 并确保生产技能世代相传 他们是解决粮食不安全和饥饿问题的办法之一 因为世界上超过80%的粮食 由他们生产 下面是有关他们的一些故事 于2002年结束的长达11年的内战 给塞拉利昂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里的农民一直在收拾残局 近期获得的投资和政府政策的转变 意味着家庭农民开始为解决该国的贫困问题铺平道路 年轻人被鼓励从事农业 以便赚取稳定的收入 并修补该国被破坏的社会结构 农业商务中心为农民提供创业所需的工具 任何人都有机会拿到贷款 我最先领取了这笔贷款 我不仅可以养活全家 而且还盖了房子 在山峰高达海拔4200米的秘鲁安地斯高原 农业一直要面对各种因素的挑战 整个拉丁美洲大约有2000万人生活在安地斯山区 安地斯种子项目帮助家庭农民种植多种作物 包括大豆、玉米、藜麦和马铃薯 该项计划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也已进入实施阶段 它将有助于在保留传统方式的同时 增加获得优质种子的机会 并实现产量最大化 妇女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妇女 一共有14个人 我们已经在这里干了三年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的客户有邻居 还有市政机关和社会机构 我们的社会来领导 我们的社会 孟加拉国东南部极大港山区的居民 依靠农业维持生计 许多农民采用一种被称作 JOME的传统坡地栽培技术 夏天季风带来的强降雨 和冬季水源的极度匮乏 意味着粮食不安全状况普遍存在 至少有60%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粮农组织的支持下 目前正在开发不同的种子生产方法 该社区现在已有两个水库 解决了全年用水问题 以前我只能生产200到300公斤稻米 去年我用20公斤稻种生产了 1,050公斤稻米 近东和北非区域的冲突和内部动荡 是那些已经遭受自然资源短缺 和气候变化打击的国家 出现广泛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在该区域消耗的食物热量总数中 有56%需要进口 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 来满足其基本消费需求 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随着需要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 家庭农民必须寻找各种方法 来开展生产和创收 辽农组织的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计划 帮助约旦河谷的农民应对上述挑战 同时削减农药的使用量 我的一个儿子负责田间劳动力的管理 我妻子负责放养和做其他事情 另一个儿子从事养风 家庭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完整经营单位 通过全家的协调努力 我们降低了生产成本 食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但每年仍有超过八亿人吃不饱饭 家庭农民是确保人人享有粮食安全的关键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增加粮食供应的政策 尤其是把小农作为目标群体 可以帮助战胜饥饿和克服贫困 感谢观看